眼前这四件幼儿米饼被消息会检验出 含有超量的重金属葛的成分 让不少家长担心自家小宝宝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一场健康儿童记者会现场就有营养师表示 被视为小baby健康小点心的米饼 如果具有重金属成分 恐怕会对婴幼儿的发育造成影响 就是葛会分所谓的急性跟慢性中毒 那长期在小量子之下就会比较容易造成慢性中毒 那慢性中毒呢 就是它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痛痛病 然后再来就是也会影响到肾脏还有骨头 还有软骨病 其实在从源头里面你要管控好 它的土壤里面有没有疑虑 那原污料里面要在做检测 这是一个产品对消费者一个责任 比制品要从源头把关 有业者积极自主检验负起企业责任 另外也有小科医师提醒家长 不管是婴幼儿付食品或是小点心 最好能够自己亲手制作才是上上之策 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很多爸爸妈妈 在制作婴幼儿的副食品的时候 能够亲力亲为自己做 尽量不要去买现成的 那如果真的是需要买现成的话 有的时候也会建议说 尽量在各个厂牌之间轮替 而不要固定同一个厂牌大量的使用 不止小宝宝的食品健康要注意 医师也建议大一点的儿童 平常要多喝牛奶吃毛豆 补充足够的营养 在日常生活中最好每天喝足1500cc的水 以及培养不吃零食 睡满8小时还有运动等好习惯 才能让家里的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 文静卫视里入里期台北采访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